哦,成师傅开挖机,只开辣挖机 只要我做这个动作,大家不要我说也知道我在干嘛了吧 最近天气温度太高,白天动不动就是389度的高温 坐在挖机里面的我,大家可想熬知有多热了 为了能够多挣点钱,早日开上新挖机 即使这么热,也得出来干活 今天这个事情,跟东家打好的价格是一千年八十 但是东家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能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挖 必须要听他们的,这就有点为了我了 只有一个人指挥我还好,问题是他们有四个人 这个时候要挖长一点,那个时候要挖夸一点 让我都不知道到底要听谁的了 我以前挖这种方形基础,一巴多只要挖一斗夸 两米四长,挖三米沙生 这是通用的尺寸,挖出来八九不离十 我就跟他们说,我先按照自己的方法挖 等一下我挖出来,你们还有需要改的地方 再修一下就可以了 我才刚刚挖了一米多深 旁边那个大爷,他就拿个尺子在这里凉了 在陈师傅面前,还要拿尺子凉 这挖些就是不相信我的技术啊 他凉了长度都算了,他还在这里凉深度 对我来说,简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我就跟大爷说,你早开一点 让我先把事情做挖 如果我挖得不好,等一下不收任何费用 大提前是他不能再用尺子凉了 我要凭自己的感觉挖出来给他看一下 让他解释一下陈师傅的专业 今天这个场地,前后两条还是比较夸阔 在这条挖了之后,又可以把挖机开到前面,划过来挖 这样就四面都能够挖得很笔直 唯一的问题就是左边靠房子踏进 墙下面有条水高,挖出来的土不怎么好堆 右边别人又中了一些庄稼,也不怎么好堆过去 越挖到后面,旁边指挥的人就越多 每挖一下他们都比我还着急 恨不得让我下来,他们自己去开 我在顶着他们巨大的压力下,可算终于把这里挖好了 最后把这些松土扫进去一点,不要诱乏下去了 大爷呢,一直在旁边催我,要我快点走 好像今天忘记行你了,赶紧行沙哥里 这是大爷的指挥下挖的,有事找大爷 搞完收工,每天扫挣几百,生活多知多产 别忘了给陈师傅点炸哦